高龄友善城市类无碍奖,得奖的有 新北市政府城乡发展局 以直接入住社宅,透过社宅中各式无障碍,通用设计 让长者可以在地安养,提升老后的生活品质 打造宜居无碍的友善城市 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养护工程处 透过阳光公测、共荣公园及人本无障碍环境 三大推动重点,将老旧公园全面翻新 打造优质友善的休闲环境 云林县政府 整合各局处辅居资源平台 打造符合永续发展智慧富康巴士 提供不同失能程度长者之住所与服务 让高龄长者及失能者受惠于智慧科技 嘉义市政府交通处 借由打造电动公车 深入各礼主动带领长者搭乘大众运输等方式 提升长者大众运输使用率 降低私有运聚造成的事故率 金门县政府社会处 透过工部门、民间团体及学校、跨部门合作 从资讯、安全、环境参与及服务五大面向 在地方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扩大营造高龄友善环境 交通部门、鹤兰九水